ESPN最近评选了100名21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 综合格斗运动员只有两人入选 分别是排名76位的乔治·圣皮埃尔和排名66位的乔恩琼斯 他们被一致推向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MMA选手 记得一道综合格斗这项运动 ESPN还选举了男子十大综合格斗选手和女子十大综合格斗选手 看一下他们的入选是否符合你的预期 男子十大综合格斗选手 第一名乔恩琼斯 第二名乔治·圣皮埃尔 第三名安德森·席尔瓦 第四名迪米崔斯·约翰逊 第五名哈比布·鲁曼格·莫德夫 第六名菲多·艾米联科 第七名蓝力·顾卓 第八名查克·李德尔 第九名BG·佩恩 第十名卡曼努·乌斯曼 女子十大综合格斗选手 第一名阿曼达·努涅斯 第二名乌克里斯·塞伯格 第三名隆达·罗西 第四名瓦伦蒂娜·圣布勤克 第五名乔安娜·耶德尔·泽西克 第六名罗斯·纳玛尼纳斯 第七名张伟利 第八名米莎塔特 第九名腾景会 第十名霍里·霍尔姆 以上名单 你觉得谁被高估了 谁又应该排在该名单中呢 反正康纳认为 女子榜单中 有一位爱打药的人 不应该在里面